好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全球最先進的美國媒體產業 以及全美各地接觸校友的發展 就是看準這一點 台灣世新大學訪問團一行人 在董事長陳嘉玲帶領之下 最近分別走訪到休士頓 北加州跟南加州三地 跟校友來相見歡 分享新聞專業領域的前景 並且也提前宣傳母校60週年校慶 廣耀校友回台灣參加 董拜會休士頓美南世新校友會 北加州世新大學校友會 到南加州世新大學校友會 台灣世新大學的訪問團 一行人風塵樸樸地往返三地拜會 不只介紹新校長 更要看看美國校友過得好不好 我們第一個我發覺校友在海外的發展 其實都還滿好的 而且這裡面有相當大的比例 還是發揮我們傳統的強項 就是廣播電視新聞 所以我非常高興 肯定各地校友的專業成就外 秉持得志兼修 收腦並用的世新校訓 吳校長為鼓勵台灣學生 就覺得什麼新聞都不需要查證 隨便都可以有個人的意見 就可以是一個新聞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專業的記者 跟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 強調世新大學在不斷改革與創新中 前景充滿光明 迎接2016年母校60週年校慶 校長更廣邀美國校友回歸 傳承經驗與專業 也分享母校的進步 東昇新聞用志李鍾堯 在洛杉磯等